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宇 一提到院士,大家会想到谁 那肯定是打破超级大国的和封锁 个人的战斗力都可以顶得上好几个师的 比如说邓家仙,钱学森等等的这些人 要不就是竹可真,李斯光这一类的开宗立派的大佬 亦或是让中国十几亿人都吃饱饭的袁隆平这样的人 那么这些人他们当选为院士,那是当之无愧 所谓两院,他指的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这两天,降乡型院士这几个字被吹上了风口 他的起因就是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 国家白酒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王丽 他入围了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 对于每一个有正义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 反对和质疑共产党这样官僚体制 那是所有人的共识 但是碍于现阶段,中国人民没有上街抗议的权利 也不能对整个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 更不能对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心存疑问 在这几重压力之下 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 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对这个一党独大的中共政府进行质问 以此来宣泄自己内心当中的不满 这就是中国人民现阶段正在做的事情 并且随着中共对于言论管控的越来越严格 这样的行为将会愈演愈烈 咱们暂时先不谈顽利这个人 截止到2021年2月19号 贵州茅台的市值达到了3.27万亿 贵州茅台容登全世界估值最高的消费品公司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比如说像保洁公司 雀巢等等的这样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 如果把茅台的市值拿来和全国的这些城市的GDP做一个比较 那么茅台单之无愧的可以变成中国的第三大市 第一是上海 第二是北京 第三就到茅台 当然了 这张图只是博大家一笑 它是用营业额去比市值 这个本来就不太恰当 但是茅台的股价为什么能被吹到那么高呢 其中必然是有妖的 不只是茅台 中国的白酒股在暴涨的原因 不外乎就一个 那就是为了救国 怎么个救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月的15号 安徽的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公告 在安徽省的博州市 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将他们手上所持有的6%的 安徽古井贡酒的股份 无偿华规至安徽省财政厅所持有 用以充实社保基金 在上个月古井贡酒的总市值为1188亿 6%也就是说38.37亿元 华规到财政去充实社保基金去了 在去年的12月23号 贵州茅台也宣布过 向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贵州茅台的5024万股 占比为整个贵州茅台的股份的4% 根据当时的价格来计算 这一部分股份价值1000亿人民币 两天以后 也就是去年的12月25号 河北省的恒水老白杆集团 以类似的动作将10%的股权 无偿的划给了河北省财政厅所有 这笔股权划过去以后的用处 也是依据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恒水市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 有关事项的通知 这一份文件进行的 到了2021年 也就是上个月的1月5号 四川卢州老权集团也发布了一个公告 将10%的股权 也就是11万股 无偿的划算给四川省财政厅 看到了这里 相信各位都已经明白了吧 为什么白酒涨三年 那就是中共政府已经没有钱了 他们已经没有钱在维系这个社会运转了 所以只好让这些阉民酒民负责给大家养老 这几年白酒股的疯狂上涨 就是为了缓解社保的缺口 这样的操作 它的本质就是以国家的名义 进行操纵股指与股价 这是国家层面上进行犯罪 当这些白酒股的股票 在国家手上拿着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中共政府 它可以一夜之间来收割一次韭菜 把老百姓兜里边的钱 坦而还之的给它放到养老基金里边去 把本应该是国家的拨款 国家的财政应尽的这一份的义务 却把它拿出去大撒币 拿出去装几亿个摄像头来监控老百姓 这他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干的事情 在政府把这些股票变现之前 老百姓还在傻乎乎的认为这是利好消息 你看国家都持有那么多股票 那么我们再买进一点 来到烟酒批发市场再看一看 茅台酒都涨价涨成这样了 一价难求 你拿着钱都买不到的酒 那你说这家公司能差得了吗 它的股票会跌吗 殊不知这又是茅台酒的饥饿营销的手段 一个茅台酒的外包装箱 也就是那种黄的牛皮纸箱 它的收购价都被炒到了500块钱一个 像这样的炒作茅台酒厂它才需要付出多大点代价 收一万个箱子 茅台酒厂也就付500万嘛 对吧 可它制造出来的舆论效果 那个是5亿都买不回来的 从实体物品的销售到股票价格的操纵 中国共产党动用了整个国家的力量 来钻赢老百姓手上这点钱 那对于这些股市上边的游宾散涌 这些拿着自己的血汗前入市的股民们 他们在中共的眼里边看起来 不就是一块一块的肉吗 茅台酒的股价在不断的攀升 比特币的价格也在不断的攀升 让人惊奇的是 比特币和茅台的股价它是同步上涨的 他们上涨的倍率是一样的 在2013年的12月份 一手茅台酒可以换1.5个比特币 到了去年的12月份 也就是2020年的12月份 一手茅台酒还是可以换1.5个比特币 其中是不是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 说起茅台酒这样的饥饿营销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些营销的黑历史 贵州茅台集团的原董事长纪克良 他曾经说过 茅台酒蕴含的微量元素达到1000多种 微量元素的意思就是说 少量的存在于人体之内的一些 矿物质或者是金属元素 比如说钙铁心锡 我们经常在广告上能听到的这些口服液 对吧 比如说点 如果说缺点的话 那就会得甲状腺肿大 大脖子病 如果缺铁了的话 那身体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 在目前医学的研究之下 人类必须要保证的微量元素也就是9种 那么这位茅台酒的董事长 他怎么搞出来1000多种微量元素的 这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未解之谜 难不成这个季克良董事长 他是从另外一个宇宙穿越过来的 他们那个宇宙元素周期表上有1000多种吗 再来看 这一位即将成为茅台院士的王女士 她曾经研究过一些什么方向的课题 在她被引用数量最多的一篇论文里边 发现了一些名义样的论述 比如说这一句 发现证实传统酱香型浓香型的白酒里边 含有多种有益人体的功能性成分 饮用传统名优白酒 有益身体健康 这一句话是不是就匪夷所思 那如果说我不饮用白酒 我饮用传统的黄酒 那就没有有益健康 对不对 那再退一步来说 如果说我不饮酒 那么对我的健康也是不利的 用东北话来说 这不就是扯犊子吗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 他要突出说传统白酒 这个传统与非传统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那么我准备了一个影片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仰赖勤恳的酵母 人们可以将果实变成酒精 但粮食谷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只有分解为糖 酵母才能工作 酿造白酒所用的酒区 就是利用霉菌等微生物 来分解淀粉 茅台的采取女工 有着严苛的挑选标准 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筛选 最理想的驱胚 必须在13到14厘米之间 中间高 四周低 成龟背形 人类灵巧的双脚 可以使驱胚松紧适度 疏密有致 这也是茅台酒仍旧使用人工采取的原因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 所谓的传统白酒 就是需要这些有严格挑选标准的处女的先鲜欲卒 在上边不断地踩踏 不断地堆叠 通过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体内物质参与发酵 最终酿出的酒才是真正的可以让你延年益寿 有益人体的传统名优白酒 中国的领导对于女体的热爱已经有很多报道了 比如说女体肾以及奶妈哺乳 参加这样的事情被曝光的中共官员 那可不是一个两个 像这样露骨的参加色情活动 对于这些中共党官们来说是有风险的 但是像茅台酒 用这些处女的先鲜欲卒踩出来的这些酒 这些特别批次的特供酒 这可不是面对普通市场的 他们最终去向了哪里 相信大家都懂的 当官员们去消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种软色情 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风险 为什么茅台在中共的官场当中经久不衰 这个也是不能不提的一个原因 好了就说那么多 本期就到这里 欢迎朋友们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